了解 GAT 與 POST 的使用時期 這部分非常重要 因為 GAT 什麼都用 POST 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瞭解的話 很容易有安全性上面的問題 再來的話 了解 UIL 跟 URI 的編碼 等等的 另外就是了解有關 SURVEY 與 JSP 的關係 那 SURVEY 與 JSP 基本上它的目的其實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在 SURVEY 端我們可以開發一些應用程式 可以讓 CLI 端可以做一些存取 不過做法上面當然不太一樣 做法當然不一樣 然後還有 MVC 的架構 那這裡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HTML 這個我想應該賺最基本的 然後 WEB 應用程式 這個 CLI 端的部分 是算最基本需求 那有關標籤我想這部分 大致上應該 大部分同學都有觀念 不過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CLI 端要傳遞 傳遞一些參數 傳遞一些 這個 訊息到 SURVEY 端的話 那必須利用像一個 表單的一個形式 那這個部分的話需要在 HTML 裡面 我們要建立一個表單 那表單裡面的話 比較重要的部分 比如說像下面這個圖 就是說 我們這個表單裡面呢 可以傳遞 傳遞幾個訊息 第一個就是說 在裡面的話我們可以有一個 這個 這個 INPUT的 這個 一個 TYPE 為 TEST 的一個 NAME 那這個 TEST 這個也就是說我們將來可以在這個名稱裡面輸入自己的名字 比如說我傳送到 SERVER端 SERVER端會跟我打招呼 就是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的方法的話 這邊在 HTML 裡面呢 我們裡面用的是一個 在 MENCER 裡面 在 FONG 的 MENCER 裡面呢 我們可以去指定是要 GET 還是要 POST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去做傳遞 那當然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這個 POST 跟 GET 最大的差別 那其實 UR L U R N U R I 我想這個 部分的話只是一個名稱上面的 這個這個不同 不過一般我們用的比較多像那個 U R L 那還有 U R I 這個部分的名稱 我想這個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應該各位有這個講義吧 這個講義都有嘛 應該到時候會給各位了 那我們比較重要的 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有關 HTTP的相關的 這個 溝通 那這裡的話最重要就是說 主要SERVER端處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 Request Request 就是 Client端 他丟一個Request 就是說 他丟給SERVER SERVER request 就接收到這個訊息之後的話 然後呢 會有個Respond Respond到Client端 那把訊息傳遞 所以 SERVER端的話可以做後續的 比如說接收到 這個Client端的需求 然後接收到之後的話 他做什麼樣的 做什麼樣的 程序 可能你可以 Respond一個 比如說在Database 裡面撈一個資料 然後再 用Respond的方式 把這個 資料庫的某些資料 再傳遞到Client端去 OK 那Gate的話 這個Gate的請求 其實主要裡面的 這個語法裡面 特別注意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到在 這個地方 也就是我今天呢 給一個 程式後面呢 通常會加一個問號 Gate後面會加一個問號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 傳遞的方式 如果是Gate的話 他會利用 UIL的方式 去傳遞 然後呢 會在我的應用程式後面 再加上一個問號 問號後面的話呢 會有個什麼呢 參數的名稱 參數名稱 比如說叫File 等於什麼呢 後面我傳遞的參數 那如果第二個參數的話 再加上一個什麼 AND 然後呢 第二個參數 裡面的話 再傳遞什麼樣的名稱 那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可以利用 這個UIL的方式 傳遞到Server端 那Server端接收到之後 他會解析嘛 他就把 參數是什麼 參數內容是什麼 接收到 然後呢 做後續的處理 比如說呢 Server端接收到之後的話 他要去檢查一下 比如說像 User Name跟Password 比如說ID ID跟Password ID的話 接收到之後的話 那當然呢 他會去檢查說 這個有沒有這個User 那有這個User之後的話呢 這個Password 到底對不對 不過呢 當然 我剛剛提的這個範例 如果我們的 User Name跟Password 如果用GET傳遞的話 那當然安全性會 有問題 所以通常 我們在那個安全性考量的時候呢 就不會用到 GET的這個 這個請讀方式 那會用哪一種方式呢 我想後面 我們另外一個Posser 那Posser 實際上 他也會傳遞參數 可是呢 他不是用UIL的方式 傳遞參數 所以呢 這個方式的話呢 就不會在網址列 看到 我們的 參數內容 這樣子的話呢 比較可以確保 這個 這個安全性的部分 那 如果你使用這個Posser請求的話 通常會有幾個 幾個比較特殊的 它的特點就是說 第一個 如果你今天用的資料 資料量比較大的話 比如說大資料量 大部分都會用Posser方式 甚至 Posser也可以 傳遞檔案 我們可以用Posser方式 去傳遞某個檔案 到SERV端上面去 那如果說你今天大量資料 你用GET就很麻煩 因為你要網址列 玩一長串 像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Google搜尋 Google一下 其實在那個上面的網址列 實際上也會出現 它的規則 其實它也是用 GET的方式傳遞 只是說Google 它後面會做一些動作 讓你無法知道說 它怎麼傳遞的 那 另外的話 在 較敏感的資訊 即使長度不長 通常也會改為用Posser方式去發送 比如說我剛剛有提過 像那個 ID跟 Password的這個部分 那你就不能用 所謂用GET的方式傳遞 傳過去的話就會被 解析出來 解析出來之後的話 當然就會有安全性的問題發生 OK 那 OK 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 GET跟Posser的兩個之間的比較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過長的請求 過長的請求參數 應該改用Posser 第二個的話敏感性或有安全性考量的話 不應該使用GET請求來 發送 那第三個是希望可以使 讓使用者設定書籤 以便日後點選 書籤瀏覽的話 應該使用GET 其實很多那個 因為像網路購物 就是電子商務這一塊 其實他大部分也是會用GET的方法 因為你會發現 某個商品 商品後面有ID編號 那如果說你用Posser的話 他即使加入書籤的話 他也是沒有辦法加到 就是說 將來進來之後呢 也沒有辦法進入到那一個 那個頁面 為什麼因為上面UIL 沒有辦法顯示某個ID 因為我不知道哪一個產品 可是如果你用GET的話 因為上面會有UIL的參數 所以你將來加入書籤的時候 他會把這個UIL 比如說哪一個 哪一個產品 比如說Poda 然後 一個問號 他的 他的這個 比如說他的編號為哪一個 那將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GET 就是GET的話呢 他就可以直接加入到 這個書籤裡面 那其他的話呢 如果你考量到 如果瀏覽器會有Catch的資料問題的話 那 這部分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用 GET的方式 這個部分的話有幾個比較 特別的 測點的部分 我想 主要是比較 GET與Posser之間的 這個差別 其他的話 這個操作 我想這比較一般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會實際上來看一些 Sample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在 請求的時候呢 有一些保留字 我想要特別注意 在 傳遞參數的時候 像問號 像AND 像等於 像 AT 等等的 這是URI的保留資源 這保留資源裡面 你就不能用到 因為他有特殊的用途 其他的話 URI的部分 編碼 另外的話呢 如果中文字元 部分的話 因為他 我們傳遞的時候 通常會用 UTF8來傳遞 所以呢 當你在 網址列上面用中文的時候 你會發現傳遞過去之後 他會自動幫你 compile 幫你重新編碼 編碼 成 UTF8 所以將來呢 會在網址列上面 秀出來 就不會是中文 而會是一個 這個 UniCode的編碼 UniCode的編碼 前後都幫你加上百分比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各位 平常在 使用這個GET的方式 傳遞應該都會看到 其他也類似 像GET的表單 再來的話呢 我想靜態跟動態的 網頁呢 當然 這個 最基本的觀念 靜態網頁HTML 你就只能夠 單向的 從Server端 下載資料 如果你今天是動態的網頁 動態網頁技術 目前比較熱門的 除了JSP之外 其實像還有什麼 PHP 還有像什麼 ASP大內置 或者早期上 ASP 這樣的技術 主要呢 他的主要目的當然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雙向的溝通 也就是說可以 可以跟Server端要一些 要一些東西 的時候 那就可以利用 動態網頁去進行 我們的存取 那這裡面的話呢 包含就是說呢 我們這邊 Server端的部分的話 可以用ServerLazer 和JSP來處理 那Clite端的話呢 我們 可以用JavaScript 那如果兩邊之間 如果要做一些溝通的話 現在還有一個比較熱門的技術 叫做Agents 那利用Agents來做處理 OK 稍微簡介一下 有關於那個 ServerLazer 跟JSP 那實際上現在 那兩種方式技術上 各有優缺點 那實際上如果 簡單講起來 什麼叫ServerLaz 實際上呢 他就是怎麼樣呢 因為Java 我們在run的時候 必須compile成class 那class 在哪邊run呢 基本上 你必須要有個JVM JVM 就是Java的 WertraMachine 去run它 那實際上呢 如果說ServerLazer的技術的話 也就在Server上面呢 他也有個JVM 他也有個JVM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寫好的這個 這個ServerLazer的 網頁 還有或者是JSP的網頁 實際上呢 那最後也會被compile 那compile成這個 ServerLazer端的 這個JVM 可以執行的一個格式 把它run起來之後 在上面呢 就可以做一些 執行的動作 實際上呢 也是類似的技術啊 只是說這個技術 不是在Client端 的這個 JVM上面執行 是在Server端的 這個JVM上面執行 那這裡的話呢 就會有所謂的容器的概念 這個容器的話基本上就是 我們 就是持有這個物件 負責物件生命周期相關服務的連結 那也就是說呢 在JPM裡面呢 有一個概念就是容器的概念 容器的概念 那具體層面 具體層面的話容器就是 用Java寫的程式 運行在Java之上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Serverlet會接觸到 幾個比較重要的物件 像是那個 HTB serverlet的Request 跟HTB serverlet的Respont 等物件 那其實Server端呢 不外乎就處理Request 所以呢如果Client端丟東西 丟東西上來的話 我們會用這個HTB的這個 Serverlet Request 這個物件 去接收它 那如果說你要發送一些東西回去的話 那會用你的Respont的物件 把它輸出 另外的話 HTB文字性的通訊協定呢 要怎麼樣 如何要變成 這個Serverlet與JHP中的可用物件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邊的話 會有幾個 我想這個 這個流程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底下的圖示 第一個就是說 Client1的瀏覽器 丟一個訊息上來之後的話 由實體的伺服器接收到 這個實體伺服器也許是類似像Punket 然後接收到之後的話呢 再給HTB的伺服器 然後呢 會丟給這個 所謂的Web容器 Web容器呢 再丟給Serverlet 去做一個 後續的處理 大概的流程是這樣子 OK 底下的話 Web容器是介於實體 HTB伺服器 與Serverlet之間 那撰寫Serverlet JSP呢也必須知道 Web容器如何與Serverlet 互動 那如何管理Serverlet等事實 那JSP的話呢 基本上 最後呢也是轉譯編譯 載入為Serverlet 那基本上 Serverlet的部分呢 它在實體的時候是沒有負擋 可是JSP的話你會發現在那個 我們在建立JSP檔案的時候呢 會給一個負擋名叫.SP 不過最後的話呢也會轉換為 Serverlet 那在容器的世界裡 真正負責請求回應的其實是 這個Serverlet 那我們建立的方法等一下會講 會講一下 那這邊的話我想 我們實際上 來看一些Sample 那第一個的話請各位 先把這個環境的部分 先建立起來 那請各位先去下載 這個幾個 先把這個 網路上面的那個 幾個東西先下載下來 第一個就是 那個Eclipse的那個 Ee的版本 這個版本 Doller版本 就是這個 SR裡面 你找到這個 Eclipse ID Java 11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 那看你是32或64啦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如果你是選32的話 那你JDK一定要是32的版本 那這跟JDK的版本是對應的 另外 Toncat也很好找 Google一下那個Toncat Toncat 這個部分的話 你就 Toncat 第二個 Download這個 那出現第二個 那 我們選的是 這個 Code Code的這個版本 你找 用到那個Eclipse 底下 就可以把它包裝起來 那也是把那個Toncat 放在 Eclipse底下 把它二合一 這樣子以後 我們的開發就會 簡單 因為 將來 Eclipse本身是可吸的一個 可吸版本的一個程式 你不需要 SELAP Toncat也是一樣 你把它放在一起 將來你要帶著走 到任何的地方 你要開發 JSP 就非常容易 因為Toncat實際上是一個 類似一個可吸版的一個 Web 伺服器 那你可以RUN起來之後呢 可以在上面RUN一些JSP 什麼類的 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在環境上面的話 我想各位 可以把這個部分 先 下載下來 那 之後的話 我們會做一些Sample 裡面 我們實際上來做 一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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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LAY與JSP的這個程式 直接在上面RUN 那下載下來之後 怎麼樣把它 安裝起來 基本上 你可以裝在桌面上 或者哪裡都OK 那這邊的話 我是 解壓縮出來之後 有沒有 你把那個 Eclipse 解出來之後 就是它會有Eclipse資料夾 那 解壓縮之後的話 再把那個Toncat 解到裡面 也就是說 我在Eclipse裡面 會放一個那個 Toncat 的 下載的那個 直接把下載那個 DIV檔 直接就解到 這個Eclipse裡面 那所以你會在Eclipse裡面 會看到有一個 這個目錄 特別是目錄裡面 不要再有目錄 你就一層目錄 就好了 就是說 解出來的話 基本上它的目錄名稱 應該是 Apache 然後 -Toncat -7042 一個這樣的資料夾 那這樣就OK了 兩個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 來開發 這個 開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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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ServeLate JSP 就Ready了 那只是說 後續我們要怎麼去 Run 這一個 環境 那首先的話 我想各位先把這兩個東西 download下來 然後 把Toncat放在 Eclipse裡面 再來就是直接把Eclipse打開就夠OK了 因為Eclipse不需要安裝 直接執行 Run起來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我們Run起來的 畫面 當然 E1的版本開發 JSP 如果Clastical的話 基本上 開發Enjoy 所以 其實兩邊可以相通 也就是說如果 我現在Run起來是一個 這個 ServeLate的環境 是 Eclipse 1E的版本 另外一個可以Run Clastical的版本 那兩邊 一邊 執行Enjoy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就遮瑞短 兩邊可以補充 所以這樣開發的話 基本上 還蠻 OK的 因為我覺得 這個地方 就有這樣 實際上 那 解出來之後 的話 各位 就把這個 Eclipse打開來 再來的話 就是把那個 我們相關的環境 把它setup起來 裡面的話 要注意哪些細節 我們實際上來看 第一個 請各位先找一個 工作區 工作區的話 一般我把它放在 低一點底下 低一點底下 然後去把它Run起來 以後這邊的話 JSP Workspace 好了 OK 然後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這個環境裡面 要 把什麼Toncat 放進來 因為這個Toncat 這個Toncat 它的用途 主要是說 我們在RunJSP的時候 它同時也會自動起來 起來之後的話 它就是我們的 Wave伺服器 所以 我們這地方要怎麼把它包進來 第一個開啟之後的話 我們在 視窗裡面的喜好設定 視窗的喜好 我這邊已經有把它裝文化了 你們下來的應該是 這個 Reforeness 就是在Windows的 Reforeness裡面 各位找一下 在這邊裡面有個Server Server裡面有個叫 Round-time environment 這個 這個地方的選項 那Round-time environment的話 請各位把這個 這個Server裡面的Round-time environment 也就是說 它會跟你請求一個 因為開發JSP的時候 需要一個Server 那Server 你的Server是放哪裡 它會跟你要一個環境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直接 因為我們在 資料夾裡面有 加了一個Toncat 在我們的 根目錄底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在 這個地方add 一個 用 Apache的Toncat 第7的版本 因為我們是 7042的版本 所以你選擇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 它會跟你問 其中你的Toncat的目錄放哪裡 這邊把它Browse一下 我們找到 因為我是放桌面上 桌面上的Eclipse 裡面會有個Toncat 在 Eclipse底下會有個Toncat 這樣就找到了 就是說 它跟你要的Toncat目錄 你就把Download下來的Toncat目錄 指向給它 這樣的話 它就會按確定之後 就抓到了 其他的部分都不需要修改 其他部分都不需要修改 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 完成之後呢 這個部分Toncat 就被我們 設定完畢了 設定完畢之後按確定 那確定之後呢 這個時候只是指向 我們Toncat目錄 這個時候呢 還要再把 這個Server給加進來 加進來的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在 檔案裡面 新建一個什麼呢 在其他裡面 新建其他 其他裡面呢 在最下面會有 比較下面這邊會有一個Server 那也就是把我們剛剛建立的那個Server 我們不是 加進來的一個Server 我們不是加進來的一個Server 那把它加進來 那加進來之後的話 它就會幫我們把相關的Toncat 相關的這個 這個相關元件啊 或者是相關的環境 幫我們引入到 我們的開發 這個專案瀏覽器裡面 按下一步 新建之後 那他問你說 你的Server是哪一種 哪一個種類 那當然是我們Toncat 7的版本 按完成就可以了 下一步 下一步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還沒建任何的 還沒建立任何的專案 所以這個地方沒有web 如果有的話 應該他會自己幫你加進來 也就是Toncat裡面可以run 如果你將來 增加一個專案 就是 動態網站的專案的話 他會視為一個 直網站 也就是直網站他也幫你run 所以將來如果你run 那個JSP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把那個什麼 幫你把那個 我們的web伺服器 開起來 並且把那個相關的service 也幫你開起來 那你run之後的話 就可以 就可以 去把那個 serverlator 或者是JSP 可以執行起來 那也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 就非常的便利 因為 在Eclipse裡面 可以開發Java 然後呢 又可以直接把 web伺服器 載到我們裡面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 有一些書裡面是講說 要在外部 安裝一個Toncat 我覺得這樣子也蠻麻 因為你要run的 你要先把它開起來 那你要不run的時候 你要把它關掉 那有時候你要run的時候 忘了開的話 那就run不起來 或者是還有一些狀況 你要run的時候 它就起不來了 所以很麻煩 那在這個狀況 這種方式的話 我發現 這個方法 還蠻OK的 因為run到目前為止 穩定性都還蠻好的 而且你要run的時候 它就在內部幫你把這個web伺服器把它打開來 那你不要的時候你把它關掉 對你的環境一點影響都不會 一點影響都沒有 不會說像你setup到windows上面 那這個時候 掛在windows service上面 要讓windows一啟動 你那個web是不是也要啟動 那其實會蠻麻煩 這個部分的話會比較 簡易 而且 比較環保 為什麼它也不會跟你windows的任何關係 你一開始關掉之後 Tonkey也會這種關掉 你一開始打開 執行一個JSP Tonkey就打開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非常的方便 那建立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會有一個Tonkey出現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實際上來run一個 那要怎麼樣去run它 基本上 我們用最簡單的一個 範例來看 第一個就是 請各位先把環境ready 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要實際上來開發 Servilator或者是JSP Servilator或者是JSP 那開發的方式的話 我想也非常簡單 你只要新建一個 Dynamic的web project 這個地方就可以 幫助我們建立 一個新的專案 在你的專案瀏覽器裡面會看到一個 這個新的專案 我們就是在 新建裡面的 叫做Dynamic Web Project 那裡面的話你就打一個 Furse Service 給它然後下一步現在完成 就會看到這個目錄了 有沒有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跟 Java的專案類似啦 也就是說它裡面有引用到哪些resource 這邊其實你都也可以看得到 那基本上呢 Javaresource裡面 也會引用到一些library 實際上也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apache的tomcast 有沒有它會幫我引用library進來 就是這些library 已經幫我們引用進來 所以如果說像有些 有些人沒辦法開發 比如說 開發到那個 HTCB的那個 Servilator 什麼request的物件 結果是 沒有引用 那表示什麼 它這個 掛tomcast的動作 沒有 沒有把它掛上去 所以這部分的話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你開發那個 Dynamic Wave Project 它就自動幫我們這些都掛好了 也就是說你現在 把程式寫上去 一run run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們把 Honkey也啟動起來 然後呢把程式也給叫出來 這樣就完成了 那你要做一個 第一個test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 我已經有 預先寫好的一些東西 那比如說第一個 請各位先 run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 JSP JSP 我們先用最簡單的JSP 開始 那怎麼樣建立這個JSP 怎麼樣建立Servilator 其實JSP跟Servilator 寫的地方不一樣 那 當然JSP跟Servilator 寫的 寫的 方法也不一樣 比如說呢我們今天 用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說 要 做一個 幾個 辦例 比如說我今天用Post的方式 去傳遞參數的話 那我這邊有一個 Board Server 假設 那請各位 等一下看一下這個 底下一定有 Web Content Web Content 的目錄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將來我們放 靜態網頁 就是HTD HT HTM 如果你將來有HTM 比如說有index HTM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可以直接在這邊開發 任何的東西 你也可以新建目錄 也可以新建 你的檔案 都可以放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 先在這裡新建 新建一個叫做什麼 JSP的file 那新建一個 等一下 更正一下 第一個先新建一個 HTMLfile HTMLfile裡面的話 我們直接放在那個Web Content裡面 那名稱的話 比如說叫做 這個 GripTin 叫GripTin.htm 好 那這個地方他也可以幫我們新建一個HTML 然後這邊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 會出現 那你的 那你的 一些 Page 的 你是要 哪一種的範本 那基本上我們用HTMLfile OK 按完成 完成之後呢 這個地方就會 幫我們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 標準的一個 標準的一個 這個 HTML的網頁 裡面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要做一個FORM 這個FORM裡面呢 我今天要做一個FORM 並且傳遞參數 那這個FORM裡面的話 基本上 我們把這些 這邊已經預先有寫了一個 OK 那這個FORM裡面的話 基本上 它的結構 非常的 簡單 就是我 簽一個標籤 FORM 就是我簽一個表單 那這個表單的話呢 裡面有個Action Action 就是我要怎麼樣 傳遞給哪一支 這個JSP的成績 我等於HTMLfile 靜態是丟 丟什麼呢 丟一個訊息給誰呢 給那個 Gripting去接收 幫我接收到 接收到之後 接收的Mensure是什麼呢 Mensure部分的話 等於什麼 GET 用GET的方法 幫我傳遞 然後 裡面的話 我需要一個Test Box 就是用一個Input Type 裡面的話是用Test 就是會建一個 文字方塊可以輸入 那 預設詞的話 我這邊 放的是一個 吳老師 這個名稱 你可以制定 再來的話 它是一個Test 它傳遞過去的參數名稱叫Data 也是我今天傳了一個Data 比如吳老師 傳遞過去就是 它的 參數的名稱就是Data 那內容的話 就是吳老師 然後 底下的話 再增加一個叫 Input Type 叫Summit 也就是說 將來 按下去之後 它會傳遞 訊息到 我們的 這個 Gripping JSP 的程式 那目前 因為我們這個JSP 還沒產生 所以還沒辦法接收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把它 Safe 之後 你再 Run 你如果執行 這個 Gripping.htm 的話 因為現在我的 Conkey還沒啟動 你第一次 你都還沒Run的話 Tonkey不會啟動 但是你第一次執行 Tonkey就會啟動 那我怎麼知道Tonkey有沒有啟動 你就看下方 下方這邊 就會如果你直接把這個執行起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下方就會出現什麼 一些訊息 這個時候Tonkey 才會Run起來 那你怎麼知道Tonkey有被Run起來 其實你可以看下方 有沒有 下方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Tonkey 7.0 server 有沒有 這個叫 它的名稱叫 at localhost Start 有沒有 它已經Start 它已經被啟動了 那將來如果說你 Run了一陣子之後可能會 這個 server可能有問題了 那怎麼辦 按右鍵 它可以讓你停掉 或者讓你怎麼 Restart 就是說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Conkey 才會被 叫起來 也就是說 它如果你沒有執行程式的話 它是不會啟動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Conkey 等於 綁在什麼 Eclipse裡面 那什麼時候關掉 Eclipse關掉它就跟著關掉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 跟著跑 那當然另外你也可以掛在外面 有另外一種做法是把Conkey 用安裝的方式setup在哪裡 setup在Windows裡面 那個方式 我覺得除非說你要架了 一個站 不然的話你一直開的Conkey 也是有點怪怪的 因為 畢竟你的 你的一般 開發不是說一直都需要一個 Web server 所以 這個方法的話 就是可以藉由下方 你執行程式之後 那就Run起來了 OK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將來應該 亂起來 這個表單裡面 有沒有 就會有一個什麼 一個 吳老師是貝 然後裡面的話呢 丟過去的Data 就是它的參數名稱叫Data 丟過去的資料就是吳老師 然後 如果用按一個參數名的話 因為現在我的那個JSP 還沒產生 按下去之後的話 應該會出現什麼 剛剛會有404的狀態 為什麼 因為你丟過去之後 就發現什麼 找不到那個 Gripping.jsp 因為我們還沒建立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要建立一個 Gripping.jsp的檔案 所以第一步請各位先把這個網頁先叫 先把它 建起來 那第二步的話呢 這個Gripping 也再把它建起來 要怎麼接 其實非常簡單 按右鍵 你們再新建一個什麼 JSP JSP 剛剛是HTML 現在是JSP 然後JSP裡面的話 你就是再打一個 Gripping 點JSP 點 J SP OK 這樣子 按下一步 那也是 它會問你說你是哪一種的 JSP file 裡面的話我們用Default 用那個 標準的預設的這個就可以了 可以按完成 完成之後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預設它也會幫我們 已經先給我們一些東西了 那如果說我要接收 User傳遞過來 其實就是一個HTML靜態的嘛 可愛端 傳遞過來對不對 然後這個JSP是在Server端狀 所以我要接收到它的東西 並且Response一些東西給它 接到 接到之後呢 接到就是Request 然後呢 丟出去就是Response 所以剛剛有特別強調有兩個物件嘛 一個是什麼 HTP的ServerLate的 Request 從 格外端那邊接東西 的一個物件 一個類別 然後 再 丟回去的話就是用那個Response回去給它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簡單寫一些程式上去 這邊的話我這邊寫了一些 東西 那寫法的部分 這種語法 這種語法 其實是蠻像早期 那個 ASP的寫法 就是 寫的方法 我們來看 就是假如說 如果我今天從Server端接一些東西過來的話 那我必須 宣告一個什麼 宣告一個字 特別注意 在那個JSP檔案裡面 如果你付檔名是點JSP的話 如果看到 用小於 百分比 開頭的話 表示是 城市 城市的區塊 那 結束的話是 百分比大於 就是在這個區塊裡面呢 表示它是 JSP的 城市 那 除此之外 就是 這個HTML HTML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這個這個 兩者之間差別 那當然這個缺點是 就是 HTML跟 這個Java程式 混雜在一起 這也是最讓人家詬病的部分 那之後有一些衍生性 開發方式就是 MVC Model ViewController 實際上就是 把 View的部分 就是HTML的 畫面的部分 跟那個 Controller 就是說 跟我們的 城市部分做分離 所以像如果你們有用那個 有用過用那個 類似 比如說像什麼 ASP.NET 如果有用過 ASP.NET 開發的話 它那個環境一啟動的時候 它會問你說你要不要把兩個分開 那開發的時候它會有一個網頁 一個是 那個 C-Sharp的程式 兩個是分開的 也就是說你將來你的那個 前端工 你的那個 美工的話 美工人員他就是去開 HTML 就好了 就不會影響 那你程式歸程式 然後 網頁歸網頁 這樣的開發的話 會比較 比較不會有問題 在JSP的部分 目前 沒辦法 就是要做 那個 兩邊的混合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簡單 寫一些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去取得 這個 Client端這邊的 一些訊息 那比如說我今天取得 取得方式就是 我利用什麼呢 利用這個 我選到一個 變數名稱叫S 然後new一個 Stream 那我去從哪邊接收呢 從那個Request Request 這部分的話 因為呢 JSP已經預先幫我們載入了 所以這個地方不需要 import 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宣告 直接就會 幫我們預先產生的一個叫Request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名稱的話呢 叫做 Get Parameter 就是我們 可以從 Client 就是Client端 它會丟上來一個 我們用Request的物件去接嘛 接到之後的話呢 就是利用 去查它的參數名稱叫Data 那查到之後的話呢 傳過來的東西 Request 可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編碼的問題 現在網頁上面 很容易產生亂 那所以呢 我丟過來的東西 因為也是 HT UTF8 所以我 接收的時候先用什麼 用UTF8去接 如果你沒有UTF8來接的話 到時候你 會變成亂 變亂 所以這地方特別注意 那如果說呢 我傳遞過來的東西是 傳遞過來 這個地方可以先不要 這個地方可以先做比較好 這個地方先不用判斷 因為我後面可以改一下那個 假設說我今天 傳遞的東西 我們直接怎麼樣 那 再來就是 就這樣就好了 等一下再做變化 那 因為我傳遞過來是吳老師 所以 這個地方呢 接收到的這個字串也是吳老師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 write出去 就是把它write到 Client端那邊去的話 我們可以用那個 就是 Respond的方式 Respond物件可以 Respond出去 Respond物件的話 寫法非常多 你可以用那個 out out.write 的方法 或者是最簡單 根本什麼都不用寫 直接寫這樣就可以 等於什麼 等於S 非常精簡 這樣的話 他就把 把這個變數輸出了 什麼都不用寫 就是 你就利用那個 包夾 百分比包夾起來 裡面加一個S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取得 S 這個變數 並且把它輸出到 Client端的畫面上面 最後如果說各位可以看到 假如說我們這個地方 出現的 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把它run起來 把這個前端畫面執行起來之後 那因為我丟了一個吳老師過去 所以剛剛本來有 error的訊息 因為404是沒有gripping .jhp 它現在已經產生了 確定已經有了這個檔案之後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 就是直接執行它 那應該呢 就會看到有沒有 這邊就應該會出現什麼 出現 正常的話應該是會出現那個 吳老師三個字 那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是不是 我們的編碼 這邊 那你會發現 這邊編碼方式 丟過來的 最後顯示出來 如果 因為我們 在新建一個 在new一個JSP的時候 new一個JSP的時候 那它會 給我們是big5 所以這邊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各位把這個 原來的 編碼方式 改一下 改成全部都utf8 大寫的utf8 全部都把它改utf8 就是在 charset charset 本來是big5 我改一下utf8 然後這邊也是utf8 OK 那改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來run 應該就OK的 我們拿這個地方 這邊出現的話就會是正常 這邊出現的話就會是正常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你的 執行的時候如果有run 主要是編碼方式 要特別注意 確定一下是不是兩邊都是utf8 不然的話很容易出現一些狀況 OK那這個是一個第一個sample 非常簡單的一個sample 就是我丟了 誰去接 request接 誰去 Respond 就是用那個 Respond 物件可以把它輸出到畫面 或者是直接非常簡單的 就這個等號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個第一個 來用什麼方式傳遞呢 用get的方式傳遞 所以你會發現 在這個地方 就是用get的方式 你會發現傳遞過來的 上方就是會用unicode的方式做編碼 前面都會加一個百分比 這我剛剛講的 中文編碼的部分 如果說你要從 網易 UIL 去傳遞參數 當然可以啊 也就如果今天沒有前端的畫面 我可不可以 隨便丟一個001好了 你按一個001 enter 你會發現 底下的部分也會出現001 有沒有 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你沒有 即使沒有表單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去執行這個程式 執行這個JSP的程式 當然可以啊 你的 你的參數 從 UIL 都會傳遞 可以啊 比如說我隨便 002 enter 你會發現底下會變002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從 UIL 去傳遞參數 這種做法 在比較沒有安全性的網頁上面就會做 上一天購物網站 前面發現上面 都會有那個 他的 參數 然後呢 等於什麼 那第二個參數 AND 等於什麼 那這個都是有規則性的 那主要是用在 就是沒有安全性考量 因為你說 反正我已經 這個都是要給你看的 也不擔心 你會做什麼樣的亂改 所以基本上如果沒有安全性考量的話 那就用Gate 方式 做資料傳遞 那這個是第1個Sample 是 有關那個講到Gate 部分 那請各位等一下 先把這個Sample 先弄 先撿 再回頭 Review 一下 第一個 你的環境 有沒有建置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那個有關Gate 這個Sample 能不能 正確的執行 那如果可以執行的話 等一下我們會再舉另外一個 Post 的範例 Post 部分的話就跟 比較安全性考量 比如說可能是 這個 Login 的時候 User Name 跟 Password 那我們先 下課休息 10分鐘下 等一下再來看後面的範例